好看一下啊 上面呢 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模板继承 那么下面呢 这个模板里面呢 还有一个呢 叫做HTML转译啊 就是什么是HTML转译啊 就是你通过模板上下文 传递给模板文件的数据里面 如果含有这些内容的话 含有这些大鱼小鱼 这个单引号双引号和按照符号的话 它在显示的时候 它会对它们呢 经过一个转译啊 经过一个转译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呢 就在我们这个里面啊 在这里面呢 我先建一个模板文件啊 模板文件 这个模板文件呢 叫做HTML XCAP HCAP 好这里面呢 叫做模板 HTML转译啊 HTML转译 好 然后呢这里面内容 我先不写啊 下面呢 我写一个对应的视图 在下面呢 定义这么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呢 叫做Define 叫做HTML XCAP OK 那么 它呢 我让它去使用我们刚刚的创建的这个文件啊 使用的刚刚创建的文件 直接呢 就写上一个 HTML HTML 转译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就直接使用它啊 Return Render 好 那么使用Request啊 使用这个 BookTest 下面的 HTML XCAP 这个 模板文件 然后呢 我要给它传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我就传的叫做Content Content 然后它里面对应的值呢 我给它写成这种啊 直接写上一个H1 然后呢 写上一个 Hello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斜杠H1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传给模板文件的数据啊 我给它传的是一个H1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要把这个 给它配置一下这个地址 ITML XCAP 就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加一项配置 Ul 好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iews ITML XCAP 它呢 就是我们这个 HTML 转译 好 那么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去使用一下 我们传过来的这个Content 你看一下它怎么显示的 找到这个 Content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在这里面 直接输入一个 HTML XCAP OK 回车 你看一下 显示的是谁 方便 这一部分 它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H1的标题 作为一个显示 没有 对吧 它把它原样呢 显示了出来 它把你传过了 在模板变量原样 显示了出来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去看的话 你右键 查看文源代码 你会发现这些 小鱼是不是变成它了 对吧 LT 大鱼呢 变成了GT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HTML的转译 你通过模板上下文 也就是这个 视图里面的模板变量里面传过来的数据 它对应的值里面 如果含有这些特殊标记的话 特殊标记的话 它会对它们进行一个转译 你在页面上显示的时候 你这个内容就作为一个字符串进行显示 而不是解析成为相应的LTML元素 那么但是呢 有些时候我们虽然这部分呢 是通过模板变量传过来的 我们又想让它把它当成一个H1的标题 进行一个显示 那么你就需要呢 去关闭HTML转译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HTML HTML转译 然后呢 我们需要呢 我们就想把这个content的对应的值呢 当成一个H1的标题显示 我需要呢 去关闭HTML转译啊 那么关闭HTML转译的话 那么首先一种方式呢 就是可以使用一个Safe过滤器啊 竖线后面加一个Safe 使用那个Safe过滤器啊 去关闭这个转译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过滤器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就到 使用Safe过滤器啊 过滤器 那么关闭转译 那么在这里面啊 直接写上就是content的后面呢 给它加上一个竖线 写上一个Safe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这边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就会发现这边是不是Hello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只要使用这个Safe过滤器的时候 那么这个content的对应的值呢 它在显示的时候 就不会经过我们HTML的 转译啊 那么这是这个Safe过滤器 然后关闭转译的话 还有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呢 就要使用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 叫做Auto XGip啊 使用这个标签去关闭这个转译 那么它的后面呢 可以接受两个参数 这个off呢 表示关闭转译 还有一个on呢 表示打开转译啊 关闭的话 就使用这个AutoGip 那么它有一个结尾 这个结尾呢 叫做AndAuto XGip啊 里面是你要转译 你要关闭转译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我在这里面使用啊 在这里面使用AutoXGip啊 关闭转译 那么这里面写上一个边 这里面我们就写上一个啊 就是AutoXGip 然后呢接受一个参数 off呢表示关闭转译 它的结尾呢 有一个叫做untoAutoXGip啊 那我要关闭的是这个content啊 我就在这边写上一个 content啊 然后你在这边 你可以在这边去看一下 直接刷新这个页面 它是不是就把它关闭了 对吧 然后呢 你比如我 它还接受一个参数计则的on 你打开这个on呢 它还是呢 对它经过一个转译啊 刷新 好 就转译了啊 这里面是我们说的这个 AutoXGip啊 关闭转译 然后呢 我们要说一下 它们两者之间 save过滤器和AutoXGip 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save过滤器呢 它是控制某一个变量 关闭转译对吧 那么AutoXGip呢 它里面你可以写很多变量啊 它会把这些变量呢 如果需要关闭转译的话 它都会把它们进行一个关闭 转译啊 那比如说这一部分我在这里面刷新 你看到俩是不是都关闭转译了 这叫做AutoXGip啊 它和save的一个区别啊 一个区别 OK 这是我们的这两个啊 这两个啊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句话叫做 模板硬编码中编写的字符上呢 默认不会经过转译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我使用一个不存在 比如说我使用一个模板不存在的模板变量啊 我叫做还是我们的default 直接写一个这个 test的吧 我就写一个test的模板变量 这个呢 我是没传过来的 我给它指定一个默认值 使用我们的default过滤器 然后呢 在这边写上一个h1 写上一个hello 然后呢写一个h1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写死 在模板文件里面写死的这一部分内容啊 它就叫做我们的模板的硬编码啊 硬编码 就是 就你写死了啊 憋码 OK 那么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est它是不存在的 对吧 它不存在的 它是不是会使用后面的默认值 那你看到我们显示的时候 它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符串 还是当成一个he1标题啊 你在这边 刷新 当成什么 是不是he1标题 对吧 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模板硬编码中的字符串 默认的不会经过转译啊 不会经过转译 那么 阵面码啊 中的这个字符串 默认的不会经过转译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就想让它显示一个 这种字符串在页面上 那么我们需要呢 去手动的进行这个转译啊 比如说我叫手动 进行转译 那么这个呢 写我们再写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还是个test啊 test的这个default呢 这个默认值呢 我就要变了 这个变的呢 就是哎 你让它显示这个东西 你就需要呢 自己手动转译 小于呢 变成一个lt 然后呢 he大于呢 变成这个g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hello 这个小于呢 还有lt 对吧 写一个 he大于呢 变成这个gt啊 gt ok 这个写错了啊 冒号啊 ok 那么这样 我们手动转译之后呢 你在这边 你一刷新 它是不是就显示 这个字符串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itml转译啊 那么这一部分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我们 后期呢 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啊 我们去 编辑这个商品的 详情信息的时候 你注意啊 编辑商品 详情信息的时候 那么这个 编辑商品 详情信息的时候呢 通常 是有 这个 后台管理员 他在后台 进行一个编辑啊 编辑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保存在 这个数据库里面 详情里面 我可能给他 设置一些格式 比如说某些字体 变加粗 某些作为一个标题啊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保存在数据库里面 保存的就是html的 内容 你要把它拿出来 进行显示的时候 默认的话 它就是经过这个 转译的啊 你要让它有 带格式的显示 你就需要呢 去关闭这个 转译啊 关闭转译 这个后期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说啊 在我们项目里面 就是商品 编辑商品详情的时候 这个数据 数据表中 数据表中 那么保存的是 html内容 那么默认显示的 我从数据库里面 把它查出来 传给模板文件之后 默认显示呢 是会经过转译的啊 我们 我们要让它 带格式的显示 你需要呢 去关闭这个 转译啊 这里面呢 我们是先给大家提一下啊 到后面 我们做项目的时候 还会再说啊 这是html转译 它的一个 关闭转译 它的一个用途啊 它的一个用途 OK啊 那么 这一部分 你需要知道 就是你通过 模板上下完 传递给 模板文件的数据里面 如果含有这些 html的特殊标记的话 它才会经过转译 像你直接在这个里面 你写死的 这一部分内容 它是不会经过 转译的啊 OK 请不吝点赞